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个名人 你肯定知道 唐代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昊然 说他怎么是山水田园诗人 没办法才是田园诗人 因为中国古代文人 没几个不想当官的 你像李白这么大腕 他不认为他诗写了多好 他认为他自己修身欺佳 治国平天下能当大官 也幸亏唐玄宗当年没怎么赏识他 要让李白这样的纯文人当大官 这天下不定乱成什么样 咱们再说这孟昊然 他其实挺想当官 24岁的时候 他送他一个姓张的朋友去科举 他就动着念头 说我也想当大官 可是当大官他又不想吃科举那苦 他想走一条捷径 怎么着呢 唐朝那个时候 诗写的好 特别受人追捧 就跟现在颜值高的明星似的 所以孟昊然那时候诗写的很好 在天下也有一些名望 你看咱都知道这个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踢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之多少 那就孟昊然年轻时候的作品 很受欢迎 所以他就经常跟一些 已经做了大官的一些诗人往来 就想借助这些人的 找条小道能给他推荐当官 但说白了 你跟人家没那么大交情 而且你这名利之心很明显 谁能那么轻易地帮你这忙 所以呼呼呦呦晃那些年 也没当上这官 一晃他都38了 他说我干脆老老实实科举 还没考上 这时候他有一个当官的朋友 叫张岳 这人官做得挺大的 这个朋友真帮他忙 说我给你推荐吧 这一推荐推荐的 这道还挺通畅 直接推荐到唐玄宗那些 跟唐玄宗见面 唐玄宗说听说你诗写的不错 你把你诗我看看 孟昊然就把最近写的诗 呈给唐玄宗 唐玄宗一看不高兴了 这首诗里边有两句 叫不才民主器多病故人书 意思是我没什么能耐 所以好的主子 人家也不赏识我 我总有病 总得借钱买药 所以老朋友都离我远远 怕我借钱 这本来是有点矫情的 这个自怜自爱 可是这个唐玄宗一看 就生气了 什么叫不才民主器 你这不是埋怨说 我是瞎眼睛吗 我是昏君吗 看不到你这人有才吗 所以唐玄宗很生气 就跟他说 说轻不求是 然真未尝弃轻 何故误 就你本身你不想当官 你却抱怨 说我这个抛弃了 你们这些读书人 你听什么 你诬陷我 拂袖而去 所以这条道都给堵死了 但是孟昊然后来也没死心 他后来当了宰相张九龄的这个幕僚 他给张九龄写了一首诗 这诗挺有名 叫 拔越湖水瓶 韩徐混泰青 七争云孟泽 波汉越阳城 欲记乌州籍 端居齿盛名 做官隋钓者 徒有献余情 就我坐着看人家钓鱼 哎呦 人家钓上鱼 我多羡慕 你看他对当官 还是充满着这种渴望 所以这几条道都堵死了 他无可奈何 做了个隐士 成了山水天原诗人 而李白呢 对孟昊然还挺佩捧 写过一首 吹捧孟昊然诗 我记得叫 五爱孟夫子 风流天下文 红颜气宣勉 白手卧松云 醉月瓶中盛 弥花不适君 高山安可养 徒此一清分 就说这个孟昊然 整个品德比较高洁 其实他这个高洁 什么 是被高洁 是不得不高洁 无奈而隐 所以这是这么一个小段 您要听全本的老梁同事 欢迎您关注音频版的 老梁同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